加拿大自从疫情以来 情况并不乐观 今年1月 加拿大破产的人数已经接近了2万人 另外去年以来 已经有5000家公司破产了 要知道 加拿大的人口仅仅是3700多万而已 这个数据是十分恐怖的 疫情之前 加拿大家庭负债已经占到了GDP的179% 根据预测 如果加拿大人不改变提前消费的习惯 到2045年 这个数据要提高到245% 要就是一个加拿大人生产一元的GDP 他自己就要欠下两元 加拿大的人口少 资源多 所以经济过度依赖于出口 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美国 随着疫情的发展 加拿大的出口贸易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这让加拿大失业率不断地上涨 目前半数加拿大人处于破产的边缘 距离每个月无法支付账单只有200元的距离了 加拿大这么多人破产 最大的输家就是李嘉诚了 为何这么说呢 李嘉诚目前在加拿大还有非常多的资产 特别是李嘉诚控制了加拿大最大的能源公司 赫斯基能源 2008年 赫斯基能源市值高达2000亿 不过因为加拿大经济不断地倒退 赫斯基能源的估值已经跌了八成 李嘉诚已经损失上千亿 随着目前全球石油价格不断地下滑 李嘉诚在今年终于扛不住了 于是李嘉诚在不久之前把赫斯基能源 跟自己的竞争对手合并了 赫斯基能源曾经被砍成李嘉诚的现金奶牛 每天可以为李嘉诚贡献巨大的利润 不过最近两三年又陷入了发展困境 加拿大消费不忘 国际油价又不断下跌 李嘉诚也是十分无奈 所以李嘉诚只能把赫斯基能源 跟自己的竞争对手合并了 这次合并估值比起高位已经大跌了八成 关键是合作之后李嘉诚失去了控股权 另外 李嘉诚在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也曾投资不少 不过如今的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也陷入了低迷 当年李嘉诚温哥华最大的房地产项目 晚博豪元就是李嘉诚投资200亿发展的 其实对于李嘉诚来说 他们一家人算是对加拿大市场是寄予厚望 不仅仅是经济投资上面 他们连李泽巨跟李泽凯的国籍都是加拿大的 他们虽然常年居住在香港 实际上他们却是加拿大国籍 另外 李泽凯的三个儿子也是常年在加拿大生活 另外 李泽巨的岳父岳母也是常年在加拿大生活 王父亲一家人在八十年代就移民到加拿大了 其实从李嘉诚一家的入籍加拿大来看 他们是打算把加拿大作为大本营来发展的 甚至日后有可能全家人去加拿大定居 如今 加拿大经济下滑 李嘉诚损失惨重 也让李嘉诚的计划被打乱 李嘉诚在十年之前开始在中国套现 如今累计套现超过了2500亿 这些资金被投入到英国 加拿大等市场 李嘉诚虽然一直说不会离开 但是谁都知道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 他们除了住在香港之外 他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资产了 大部分的资产都不在这里了 其实投资英国 李嘉诚就损失不小 因为英国最近一年疫情严重 而在疫情之前 英国也因为脱欧等问题 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李嘉诚在英国的生意下滑严重 酒吧关了几十家 裁员了800人 另外 长时的利润也是大跌 从而引发了长时 长河等公司市值的暴跌 最近 李嘉诚输售了东方海外的不少股份 套现了近十亿 李嘉诚一直把东方海外的股份作为长期的投资 而且是战略投资 因为东方海外的创始人是董浩云 董浩云家族的关系跟李嘉诚非常密切 两大家族合作非常多 北京的东方广场就是两大家族合作的产物 所以之前李嘉诚一直都是东方海外的第二大股东 如今董浩虽然卖掉了东方海外的股份 但是李嘉诚后来还是继续长期持有东方海外的股份 因为李嘉诚是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 东方海外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而背后的中远更是规模庞大 他们的轮船常常停在李嘉诚的港口 所以这笔股份虽然才价值几十亿 但是这背后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 李嘉诚却在这个事实出售东方海外的股份 说明他确实资金开始紧张了 李嘉诚的长市公司今年以来负债率上涨了不少 目前整体的负债率已经突破了三成 这在李嘉诚的经营中是非常少见的 可见李嘉诚的资金压力在增加 英国市场跟加拿大市场都发展不利 李嘉诚正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当然了李嘉诚的生意还是比较稳健 暂时不会伤筋动骨 这是李嘉诚的底气 毕竟他从商六十多年 建立的这个帝国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对于李嘉诚来说 更大的危机其实还在接班上面 李嘉诚选择了李泽居作为接班人 他虽然稳健但却魄力不足 这让李泽居会容易错失机会 另外李嘉诚父子最近几年的投资策略 让他们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差 这让他们失去非常多的赚钱机会 或许李嘉诚父子 如今想要回头也是非常难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张子强已去世多年 媒体追问当年旧事 李嘉诚为何回答永远说不 在张子强出世的几年之后 有媒体就曾经追问当年旧事 李嘉诚颇为生气 他回答 我已经说了过去不会说 现在也不会说 以后更不会说 那么李嘉诚为何不说呢 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当年 李嘉诚跟张子强之间有君子协议 李嘉诚支付10.38亿现金 张子强放回李泽居 李嘉诚不报警 张子强保证从此不碰李家的人 李泽居安全回家之后 第二天就跟没事一样去公司上班 没有人知道他前一天才差点死在了张子强的手中 一直到了张子强在内地落网之后 他的事情被调查清楚公布出来 外界才知道张子强曾经绑架了李泽居 其实啊张子强已经落网了 李嘉诚已经不需要再遵守那个君子协议了 为什么他为何还不愿意说呢 其实啊答案非常简单 对于李嘉诚家族来说 这个事情始终是不光彩的 而且在这个事情上面 完全暴露了李家的弱点 李泽居被放回来之后 同年长江基建上市 李泽居选择的股票代码让人寻味 竟然就是1038 可见这个事情李泽居是耿耿于怀 甚至是视为奇耻大辱 另外媒体质问李嘉诚这个事情 也不是关心李嘉诚一家 不过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已 李嘉诚何必把自己的家丑说出来 供大家娱乐呢 李嘉诚在香港生活多年 跟媒体记者也打交到非常多年了 他非常了解媒体的那一套 所以他不会对媒体说这些事情的 因为说了一点好处也没有 反而还要给自己的家族造成困扰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因为坊间一直流传了这个事情 那就是李泽居被张子强绑架之后 李嘉诚曾进京 要求内地制裁张子强 因为于公于私 张子强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富豪人人自危 担心被张子强绑架 许多富豪甚至有了离开香港去国外投资的想法 当时香港刚刚回归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影响将非常的大 另外据说张子强绑架李泽居之后 后来在澳门赌输了很多钱 还曾经半夜给李嘉诚打电话 希望李嘉诚教他投资赚钱 这彻底惹怒了李嘉诚 另外根据李泽居的保镖说 张子强后来还曾经跟踪了李泽居多年 多次想要绑架李泽居都被保镖给瓦解了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 这件事情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李嘉诚到上京告欲壮 然后澳门香港内地三地联手 张子强在澳门绑架何鸿燊失败 随后澳门警方跟香港警方联手步步紧逼 把张子强逼回内地 他们不在香港跟澳门捉住他 就是为了可以直接解决他 要知道当年张子强曾经在香港 逃脱了一次法律的制裁 三地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于是大家就一起布了一个大局 张子强偷运800公斤的炸药到香港 结果被飞虎队发现 张子强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让他回内地商量事情 这个神秘电话就是最终葬送了张子强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至今没有人知道 其实张子强如果躲在香港 或者是跑到泰国等地方 那么可能就很难找到他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